在座的老師有沒有什麼comment 給小總一些做生意的一些機會 或者學校這邊的一些合作的問題 謝謝 你這個系統已經是限制完了嗎 還是 是 我現在目前有一個翻炒 因為台灣我們人過生活就11住行1個 我們現在看法務公司 大概11住行 它裡面大概是10個醫學多 那百貨公司17億 如果沒有每次接的話 這百貨公司不太好 那問題就是 台灣現在目前在發展經濟的體制 應該已經轉到所謂的街道經濟 我們以前是外交經濟 我們就是從外交 不是現在已經走到這個街道經濟 街道經濟事實上就是什麼光光彩 像在歐洲之後也是一樣 我到歐洲去參觀 就是去看一看 然後他們小店裡去買東西 事實上歐洲也沒什麼特殊的產業 尤其他們幾個 像非德國以外的 西部是很光彩 那重點就是 我們台灣也沒什麼特別的紀念品質 所以吃已經可以營造整個全世界 因為全世界最大是現在跟台灣的感覺 那台灣的設置也其實很大 那我是剛才看來說 現在目前台灣 如果以這個高地來看 台灣將來發展的話 我們的經濟發展 會往這個隱私的方向去發展的話 就是貼到經濟的時候 再用這個店面 其實像這樣 服裝店也大概有炮金 大概就是在吃了 就知道這樣 因為吃我們一定要到現場去 你才有辦法去吃 所以餐飲業可能是台灣將來最大的 最大的一個 就是整個在經濟運作上面 最大的一個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推廣這個 那我曉得這個可能 就是說在以後在每一個縣市的一些 像某一個社區大學或社區活動 因為很多人都想要去 闖進這樣的行業的時候 你在這個社區大學 去推動上這樣的一個 教育訓練課程的話 那就很有機會 很多人會去利用這個機會去參與 那我舉一個例子 現在我們講的川直銷 川直銷它為什麼可以有 這麼多人去參與 你們如果去看看現在會演出來的 它每一次活動就是 一個課程就是幾百個人 全部做了 那比較大型的可能幾千幾萬都有人去 那所以說我們如果要去推動這個的話 就是進入這個 有組織的這個交易訓練 可能會比較有效果的 那所以這個POLO這邊 可以類似一樣算是效果的方式 就是自己call人進來 那當然因為他們是有產品在賣 這比較可以距離 然後這個 你要去做這個的話 可能就只有一個 我們看到一個獲利的那個系統 因為川直銷它就是一個獲利系統 引導人進來 那你這個如何去推廣 那個或許說不定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去建設一個獲利的系統 那現在有很多的老闆也不太願意 你配薪水給這些獲利系統 所以我會看到22k 22k整個就是你最基本的生活 那老闆希望說我通通不給你薪水最好 可是我要看的是你有很大的跌跡 你的其實在意是無限大 這個是可能將來在10年20年後 應該是大型的企業 而且這是完全根據服務業的 營利的基礎 因為服務業本來就是看你有多大能量 像說工業產品 工業產品我已經做到來 然後把產品生產出來 按照你的生產的生產多少 就給你多少錢 這個是目前服務業特徵 這個應該辦法主要這個 不給員工薪水 你自己從業以來 那所以這些資質 以後抖斷 再過來就是說 在這樣子我們這實體的店面上面 怎樣去建設那種所謂的獲利的 獲利的系統 那現在目前我們在聯頭下面這一塊 在獲利系統這一塊 通通都是聯頭店拿走了 那對消費者來講我得到了什麼利益 這個未必我們一起考驗這樣的一個系統 讓消費者也變成這個聯頭店的一個經營者 或是他可以去引導他的客人進來吃 他一樣可以拿到這些利益 那這個當然就是要聯同在這個系統的建制 這是他才能夠想 以叫現在目前的一個整個民宿的這個系統的建制 所以應該是讓大家再試一下 Theresien loro 謝謝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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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各位報名 謝謝 謝謝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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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邀請 所以我這邊說你這個這樣的一個系統 在老委會的執行局的這個雙軌計畫裡面 這個開對班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全國大概有10所學校左右的餐飲 那很大部分大概那個學生都是 我剛剛講大概都在連鎖業裡面 各個也覺得是因為餐飲啊 有的人都有 所以這樣的系統我想如果說你要 應用在教學裡面我想這個是一個比較直接契合的一個學制方式 那所以說你或許可以把這樣的一個系統 介紹到有雙軌計畫這樣的學校裡面去 那把他們跟他們目前的一些課程們都在一起 而且我試一下我跟我的那些學生聊 我說你們將來想要做什麼 我說畢業之後做什麼 很多人都說他想要再自己去開自己的餐廳 對 所以我想要這樣一個系統 也有一個模擬計畫的方式 可以讓他們去再真正 尤其他們是年輕的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訓練方式 也許可以減少到往後去窗戀的時候 碰壁啊 或者是整整這種這樣的情況發生 這是我個人的一件事情 謝謝 謝謝 我這邊也插播一下廣告 這個跟餐廳也有關係 好 謝謝 上回我們在座有幾位老師 有申請寄付這個餐飲的顧問輔導這一塊 應該是最近會通知 大概這個月中會有一個說明會跟一個獎金 好 來 大家參考一下 那這裡面其實都談到是餐飲業 餐飲業的一個開店輔導跟投資 所以我聽起來我覺得那個 透過這些 跟餐飲學院發展出來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怎麼樣把它商品化 或者認真是一個服務的一個平台 因為現在餐飲業確實很硬化 我覺得需求會非常大 一個是總部的需求 一個是想要投資開店的需求 一個是學校現在很多系都要轉成餐飲系 所以他們要轉成餐飲系 他有一些特色教訓 所以我覺得應該有滿大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可能剛開始怎麼樣透過一個 類似一項課程的補序 來做一些推廣介紹 慢慢他們就會引導到這個系統面 然後跟人力市場來作結 跟創業市場來作結 我想大家回去可能可以點一下 看看裡面的操作的方式跟內容 那有意見可以在mail跟銷售裡面聯繫 那我想這邊有一些想法 也可以再談一下 怎麼樣把它變成是一個可以操作的服務品 好不好 我想這個主題我們就到這邊